庆祝税务节 花联县地方税务局举办了税租宣导活动 提供税务咨询、税务线上游戏 还有捐发票申办手机条码换好礼等等 现场还有许多单位涉滩进行有奖侦达 与民众互动等趣味活动 透过游戏与换食用的礼品来加深民众税务知识 达到政令宣导的效益 一年一度的税务节在疫情趋缓之际 终于恢复了现场活动办理 除了捐发票换好礼 今年还配合一世代来临 设计了线上游戏 让民众在趣味游戏当中可以加深租税尝试 我们地方税务局每年都有举办税务节的活动 那税务节的活动主要就是说 推行财政部的重要政策 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大家跟我们花莲的县民 共襄盛级 能够把这个税务局的一些的财政的重要政策 让民众了解 那尤其像现在这几年的医化服务 非常的流行 大家一定都知道说所谓的APP缴税 或者说线上查缴税的部分 那当然呢 利用这些缴税的话 我们这两年都有在推 就是说有抽奖的活动 希望民众能够节能减止 那利用 利用线上的方式来缴纳税款 随着一化世代来临 地方税务局也透过各种线上服务 让民众缴税更便利 我们也推动了税务便利站 也推动了视讯服务 在乡镇公所 新城乡公所没有之外 但是在新城护镇书所 也有推动视讯服务 民众只要到我们的各乡镇公所 去申办税务的话 也都可以替乡亲直接做服务 那还有呢 去年我们推动最新的 就是说民众也可以利用手机 利用我们资讯网站 直接跟我们的前功能柜台的同仁 直接做视讯的服务 那要申请的证明 不需要说要付什么凭证啊怎么样 只要直接上传相关的身份证件上来 照相上来 我们的乡亲就可以直接做税务的申办 今年税务节活动 现场除了相关的税务宣导 还有许多单位共同来响应 包括了花莲市农会 也提供美味餐点让民众来兑换 还有北区国税局 花莲行政执行署 县警察局 环保局 社会处 卫生单位 还有台电花莲区处等 都涉摊位提供有奖挣达送礼品 让一年一度的税务节更加热闹 借旅会欢事报导 多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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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